而且又一下清洁了自然 這邊有衝突 所以如果你把頭像面部 你講的是面部表情或者是動作 那你就要把它弄出來 給觀者在下面看的人馬上 因為我們不是在做一個文字的欣賞 我們是根據圖來說明 我們對圖像的視覺的感受跟想法 這之後你的圖像必須領先在右邊 有些同學很有思想的人 或者是很有看法的人 他可能會從這個圖像來證明 這個人說的對不對 臉上不可侵犯嗎 或者是親切而自然 那這兩個有沒有衝突啊 還是惡者之間同時存在他的形象特質 那這很多東西有沒有 那這之後我們可以進行這樣的一個 一個觀賞或者是做一個訓練 或者是做一個判斷 那這個就是在學習的過程 你可以說在欣賞裡面 認知跟情緒全部就構成了 所以確實應該就是在這個地方 要有他基本的形象 這樣才能夠做一個對照 做一個對照 那當然上次他們給我看的時候 他也告訴我 我說講這麼多觀賞七條線 二字LT是沒有錯 那又有高手槍跟火器 所以大家都知道這個哪個沒有火把 對不對 那左手緊握銅板 這是你我約的 那我就說 那你就一直有大頭像 一般來講 你要做面部表情的時候 大頭像就是左側右側或中間 大概你會用這樣去抽離 那麼呢 左手緊握銅板 通常大概可能 幾乎特學或者是承認一下 同學就是說大家都知道 不一定 為什麼你後面不再是銅板 銅板是怎麼握的 怎麼看到的 他當時在銅板的時候 他怎麼握住銅板 那為什麼要握住銅板 對不對 那麼呢 那接著後面 這個地方沒有意義 因為沒有就沒有 那用這個就沒有什麼意義 那沒有看嘛 好 那我的自由女神在這邊 那他到這邊是一個什麼東西 你剛剛呢 做了一個介紹 對不對 那這時候 到底是銅板 你說什麼 可以做說明 那好處是什麼呢 他們這樣子 其實把它變成一個公共的雕塑作品 放在一個公共空間來看的時候 以神美的角度來講 整個的視覺境面 包括了視覺環境 就是他擺在這裡的環境 你可以走 欸 華國的自由女神擺在這樣的環境 它就跟我鐵塔跟搖路相片 這樣子的一個關係 那這個環境空間 你感覺看是不是很舒暢 是不是算很好 那華國人的一個美感的一個特質呢 是不是也反正在這些公共的一個 這個雕塑的一個處理 都會照顧到美感的 好 華國這個國家是不一樣 所以你看這一張作品 那你再來看 欸 華國也都是這麼的美好 而且這次安住者非常的恰到好處 而主儒手在這個地方 當然拍攝角度有關 所以在藝術的成美 你親臨現場 親看的時候 整個自己的環境 都在整個地方的裡面 那麼呢 我們再看喔 各位同學 這個領袋就在需要衣服 衣鞋的成分 那基本形象 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改變 擺在這個位置 也非常的空曠 好 我們再看 這個位置的視覺空間 哇 這個國家呢 跟所謂的法國也不一樣 你看他的視覺環境 我剛剛在想 這個地方到底是很空曠 對不對 那為什麼也是有點純本在這樣 我們的環境 還是你這類的環境是如此的 這個時候 你們在看的時候 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文化特色 跟文化環境 還有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去處理 是不是有它的一個背景主在 對不對 我剛剛如果在家裡 看他這個地方 有時候我們的意念會是 就是這樣講的 叫廁所 他就要在廁所 他就要在廁所 他想念 我是不知道怎麼回事 真的是會看到一個國家的文化 沒有整個 跟全球威風 會分紅的水平 或是以前感的 一些公共的設計 的作為方式 就會出現 那如果我們說 中國剛剛沒有發展 他們自己的經濟的 快速點的發展 他們大量的做很多 大股的建設 讓你做這 當然是建築建設的 但是讓你可以有這種 做現在之文 真假 但是還未真正提到 所謂的後裁所謂的一些特徵 跟特質 只是告訴大家 他這邊是我們當時所謂 那照理講 他所謂的 在國外所謂的戒 也會面對一個東西 西洋人 是基督教的祖戒 那基督教當時的 聖戒就是 摩西代表 他的祖民 走出埃及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 一些有關戒律的問題 那這樣 有的這些戒律 才有自由可言 那個宗教的一個階段很大 即使美国這麼的一個科技幸福的國家 他們對於這種尊重 你看 反正有什麼放到這個建築的基督 我們現在相對台灣 這個是 中國大陸 怎麼會 金門黨 金門黨怎麼會這樣幫你阻力 他也知道這個不算怎麼能夠做 現在不可能幫我幫你阻力 所以會發覺這種 你同學也可以體會到 聰明的同學也可以體會到 後現在主義有一點顛覆傳統 故意 所以在這個時代裡面 有人公仔座 毛澤東跟蔣忠勝 兩個過種聯合 所以就不可能這個事情了 過敏就想想辦法 那個就是說 現在主義有一個 其中之一的元素顛覆傳統 不想遵循連來的一些原則 甚至呢 那不想要有一個 的問題 為止 那些人